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定情深不放松 离根源在破烟中 前范文迹还见尽 然而东西能被放 只是古人对着的赞美 故事有一句话 为处图事先有结 即令云处生虚心 主持围处图事就又结了 但是越高到半空中 主持就越空心 可见主持很谦卑 很虚心 有期间和虚心 是主持可全课典的全个中心 更有图事人喜欢那 面对成可具 生虚文传书的数据 主持清新 飘逸 天等 高雅 总是一天拔的绳子 浓浓的鲁色 和前人墙上的精深 给人以鼓舞和滴滴 所以此故以来就有 凝联不忘记的精神化身 在资人界 监管有许多种的织子 但是 上乘的时候 读恨笔脂 有道织风 不是文具 而是短点 这些都是中国文人所看中的 不为神斗米而绝要的世界 所以 很多诗人读缘语 以主为有 诗人苏东坡,以族为好友,为止友,他说,可以食无肉,不可以煮无猪,无肉食人熟,无猪食人熟,而竹林其右更是直接表现竹子的风格。 中国是世界上,竹子最愿,最丰富的国家,足有竹子文国之称。 在中国,竹子被认为是最主精神是内涵,和用徒罪为广泛的植物,没有哪一种植物像竹子一样, 随人类文明呈生如此深远的形象,竹子渗透到无知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几点成员引流成的中国族文化。 继续借inerh